海地开始埋葬死者 马修造成的死难者人数还不明了 随着洪水褪去 新的死难者尸体出现 有人担心 如果其他国家不介入 提供帮助来阻止 那么会有更多人死于霍乱 和其他有水传播的疾病 教宗方济各星期天表示 他痛心地收到了有关灾难的新闻 我向人们保证 我与你们在一起 我向国际社会 对天主教会 以及善良的人们表达 我对你们团结一致的信任 我邀请你们 一起为这些兄弟姐妹们祈祷 飓风在过境古巴 巴哈马和美国东南部海岸时 灾难性相对较小 不过还是给佛罗里达州 佐治亚州 以及南北卡罗莱纳州的部分地区 带来严重洪涝 来自这些受影响地区的影像 显示了被摧毁的房屋和商铺 倒下的树木 电线杆和损坏的基础设施 政府官员警告居民远离洪涝地区 我们不断强调 如果你在路上看到涨水 要知道我们都不知道 下面是否有电线 我们不知道下面的路面是否塌陷 我们不知道大水会不会把你卷走 让你无法逃脱 北卡罗莱纳州一些上周 已经被暴雨交透的地区 报告出现洪涝 飓风马修在美国造成约20人丧生 其中近半在北卡罗莱纳州 美国之音霍克 华盛顿报道 偶射 北卡罗莱纳市 吃 Chili